天生姐妹 主日平安 今天我们继续要来看保罗和巴拿巴 在第一次宣教旅程所遇到的挑战 上周我们看到他们俩在以歌念服事的时候 众人因不接受他们的道 就拿起石头要打他们 因此结果怎样 他们逃往了路斯德这个地方 各位这些地名 路斯德 特比 以歌念 这些地方是各位尽量可以的话 各位记住 然后各位 如果现在各位在第一宣教旅程里面 看地图的时候 从以歌念就是往下三十公里那个地方到路斯德 历史记载告诉我们 在这个路斯德地方 这些人有大部分是文盲者 所以保罗和巴拿巴在这个地方向文盲的画外人传福音 我们知道保罗是一个非常有恩高 也值得我们学习的传福音者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之前十三章 你看到他在比西底安提亚那地方 他在会堂里面 向那些有受高教育的犹太人传福音 那现在在路斯德 向这些没有学问 文盲的画外人传福音 各位我记得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 他说 无论是希腊人 是画外人 是聪明人 是愚拙人 我都欠他们的债 对吗 各位所以这个画外人的意思 有一些人解释的时候 可以用另外一个名词说 他们是野蛮的人 通常也没有什么文化水平 有文盲的人 但是不是 不一定没有读过书的人 就是野蛮的人 野蛮的人 也可以说 不但没有文化 就讲不通 有时候有文明的人 你跟他讲一个道理 他听懂就OK了 对不对 有些人一讲再讲 他就听不懂 他的心弯一边的时候 转不回 保罗也向画外人传福音 各位难不难 有时候我们又觉得很难 各位有时在传福音的时候 我就发现很多人 有一种错误的观念 我们说 我们像没有读书的 没有文化的人 我们找没有文化的人 去跟他讲就可以了 我跟他讲不同 或者有些人说 我们书不用读太高了 这样我们才懂得 跟没有文化的人传福音 各位觉得保罗是不是没有读书的人 保罗是不是没有文化的人 保罗生在大树这地方 大树是当时古时代 有三大学问之地 为什么这样的人 能够跟画外人 野蛮人传福音呢 这是我们要明白的 为什么呢 有些人就是上得去下不来 对不对 各位 保罗不但是有知识的人 他是懂得求智慧的人 你有智慧的时候 你懂得降低自己的语文 有深入浅出的 向另外一群人传福音 所以你读了很多书 你不能像那些 与你的文化差异太大的人 表示你的意思 这就是说你是读书人 但是你是读史书 你讲话就是好像高原大字 他有一大堆 这个terminology 有一大堆很深奥的字眼 重点是 听你的话的人 听不懂有什么用 所以各位 我每次说 你有知识 你要懂得求智慧 知识的应用 就是智慧了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书本不是叫你的头脑死板 书本是叫你有智慧 你懂得圣经的知识的人 你一定是有智慧的 那你说 为什么保罗能够做到这点 我们很多人不能做到 我们很多人不能放下自己的身段 有时不能降低自己的 有一些言语用词 来跟人家好好的讲解 简单的讲解 为什么保罗能这样做呢 那各位 这个不是他有特别高的聪明 这个人的智慧 是其实从心来的 所以保罗说什么 我对他们有欠债之心 很重要 欠债之心 无论是像聪明的希腊人 无论是像愚拙的话外人 我都欠他们的债 所以你对人 有这种为福音 因为你明白福音 而产生的欠债之心的时候 你很快就会放下自己 来适应人的文化 适应人的表达方式 适应人的语文 所以你不会一直 带着一种高高在上的心 觉得这些人听不懂 他们没有文化 没有学问 你不会动不动 就对人失去忍耐的心 有些人就传福音 牧羊的时候 他听不懂 我就不讲 就这样 对不对 或者我跟各位说 做一个宣教士 做一个传福音者 你一定知道 你生命的内涵是很重要的 你生命里面的那种爱神 爱人 懂得在人前谦卑自己 因为你知道 你所领受的也是恩典 这个就是生命的内涵 我就一辈子 跟很多人一起服侍 看过很多基督徒 有些很聪明的基督徒 很有学问的基督徒 是有 但是有这样认识福音 而拥有生命的内涵 他无论到哪里去 人都喜欢 他跟亲友在一起 亲友们 非信徒也喜欢他 很少看到 所以这个就是 来自人的问题 人的骄傲之心的问题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们姐妹 我们一直领受 神的话语当中 你要知道 神要建造的 还是你里面 生命的内涵的东西 然后各位 很重要的是 我曾经在新年信息就说过 我们特别对福音认识之后 我们会认识神之后 我们认识人 我们对人性的理解很重要 各位 你认识人性 你说人都是丑陋的 这个谁都知道 非信徒也知道 所以认识人性的意思 他不但是知道人有罪 也理解 罪有时候能使人无知 罪能使人固执 那么你要怜悯人的固执 还是要批判人的固执呢 各位 有时候 你长大之后 你的父母亲老了 你的父母亲就越来越固执 带他去看医生 不要吃药 不要什么 不用什么 你就生气他了 你的固执 固执的老头 这样看父母 看一些老人家的时候 你就没有耐心怜悯 来跟他们传福 你知道他们有他们的障碍 有时人老了 手脚没有力了 眼睛看不到的时候 人开始会怕事 开始怕这个 怕那个 你要劝他 对不对 各位 福音不是给你这些吗 那福音给你什么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中马天牧师就说 教育是什么 你们还记得吗 教育是使你认识人生 也使你认识人性 人生 好像空虚的 你现在年轻 中年 壮年 等下又会老 你会了解人生 你现在就是看不起的 有一些人 因为他老了 没力了 有一天你也老了 各位 你有没有了解过人生 你了解过人性吗 人的无能 然后怜悯他们吗 这就是神的福音 要教导我们的东西 你传耶稣 传耶稣 你跟人传 跟罪人传 跟有时无知的人传 固执的人传 亲爱的弟兄姐妹 你认识福音 你学习圣经的结果 是不是给你这个生命的内涵 给你这个怜悯的眼光 如果有的话 感谢主 所以 如果因为读了一点点书 上得去下不来 那就很糟糕了 那就跟保罗不一样了 各位 我们也不是说知识不重要 我在今年一开始就说到知识的重要 神的子民灭亡是他们弃绝知识 神没有教我们描识知识 神已经定了 知识是影响世界的 所以神要启示我们 让我们认识祂 先把圣经的真理的知识启示出来 对不对 所以人有理性功能 他要先认识是很重要的 我现在不是说读书 你要拿A和B 不是讲这个东西 我讲的是 你有一个对知识有可目 对世界的事情有好奇的心 活到老 学到老 不要这个文凭比赛 这个没有意思的东西 你拿多少成绩 什么这些东西 你工作之后 你有家庭 这些没有意思的 对不对 但是你可以学习 你还年轻 学习 尽量学习 各方面的知识 因为神定了在万事里面 都有一个知识在背后 你讲医学 后面有医学知识 你讲法律 法律 法律后面有知识 现在这个音响 他们在调的时候 你们看 其实也需要一些知识 有没有 所以这个建筑物 你要建造的好 其实背后一个建筑知识 所以 一个人 他认识福音 他说我要为福音来活 我要向人传福音 但是人有各种各样 所以你就发现了 你不得不要求知识 所以你就能像怎样的人 跟怎样的人在一起 所以各位 我们不藐视知识 所以牧师是愿意在教导 翻开圣经教导你们的时候 多方面 我是认识了福音之后 我就开始有点好奇 因为我见到很多人 很多世面的时候 我就弄不明白 有一些东西 我说 主啊 我要在这个地方 这个国家 像这样的人传福音的时候 我要理解他们 我要知道他们的文化背景 他们受的教育水平 那些文化的影响是什么 我也明白 所以 你跟一个家庭主妇讲话 你要明白家庭主妇 内心里面 他担心的事 关注的事情 你要理解 然后告诉他 为什么他需要福音 这些都是有知识的 你要知识成为智慧 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 我在讲 从你们对神认识之后 其实你们应该是 对神所创造的万有 都应该有好奇感 当然我们人时间有限 不可能一生 把什么东西都学完 对不对 能学的就学 亲爱的弟兄姐妹 为福音的缘故 得到知识之后 什么要跟上去 什么 爱心和怜悯要跟上去 这个爱心和怜悯是 从什么 你认识福音的知识 所产生的欠债之心 无论像什么人 穷人 有钱人 有学问 没学问的人 我们都欠他们的债 阿们 这是我们应当得到的心态 那在今天的经文里面 我们就看保罗跟话外人传福音 保罗面对这群人其实是非常迷信 他们也信奉有一些传说 对这个希腊神灵非常崇拜的一群人 那保罗在向这群人传福音的时候 他遇到怎样的困难 这就好像如同我们常常跟异教徒传福音的时候 遇到他们很迷信 相信什么 鬼神 一大堆 怎么跟他们讲 你有这种的障碍 对不对 保罗也面对这样的障碍 那他怎样面对这样的情况 怎么对应 我们一起看十四章第八节 所以十四章上周开讲的时候 讲到他在以歌念那地方 对不对 后来在那个地方传福音的时候 遇到人要用石头打他们 他们就逃往下面路斯德 第八节 在逃往路斯德的时候 第七节说他们在那里传福音 第八节说路斯德城里坐着一个两脚无力的人 生来是缺腿的 从来没有走过 从来没有 所以他连认识怎么走都不知道了 对不对 他听保罗讲道 在这当中什么事 保罗定睛看他 见他有信心 可得痊愈 就大声说 你起来 两脚站直 这人就跳起来 而且行走 就是很简单的这样 路加就记载了 各位在这个事情上 显明是什么 神迹异能 神迹奇事 出现了 这是我们很想看到的东西 对不对 人有好奇感 有这样的东西 很惊叹 所以 在因为这个事情是一个超自然的事情 我们要对这个超自然的这些神迹异能 对这些东西有综合和也正确的讲解 不然基督教界里面 我们就会看到很多很多这种神医出现 他们就采用这样的经文 你看 使徒当时候行神迹 今天神也要我们就行神迹 透过神迹 叫人看到他们才会信 这个就是当今教会 不懂是真神医 假神医 一大堆神医 到底有没有医好 还是给你一些心理的一种安疏 还是怎样 不知道 但是这些东西是在教会界很多的 而且很混乱 所以我们对神迹其事 医能 这些东西 要有很正确的认识 第一 当我们讲到这些超自然的神迹的时候 一定是从神的主权而来 这是透过神自己要做 也透过祂所定的途径 要做 才能行出来 这绝对不是人自己自动 主动 自己主动摇动主的手 主才做的东西 所以保罗是在这个地方 一定是听到圣灵的感动 虽然圣经没有讲 但是各位注意 保罗在讲道 保罗定睛看他 其实这个里面一定有圣灵的感动 所以神的仆人一定要受圣灵指引 不然你随便到路旁去找一个瘸腿的 我奉耶稣的名叫你起来 你会做吗 你心里没有感动 不会做的 对不对 所以这必定是圣灵感动他仆人做的 从神的主权而来 第二 各位问 这个神迹的意义在哪里 这个神迹 与哪一个神迹相同 各位读了使徒群传 从前面开始读到十三章 我们十一点半崇拜的弟兄姐妹 对 各位跟哪一个神迹相同 各位记得吗 彼得在耶路撒冷圣殿美门前 第三章的时候 看着那生来瘸腿的 然后他说 金银我都没有 但是我奉拿撒勒耶稣的名 叫你起来请走 各位有没有发现 所以那时候五旬节刚刚发生 然后 这些使徒们的权柄被奠定的时候 保罗彼得行出这样的神迹 在一个生来不能走的人 就被人抬到圣殿面前 求周记 叫他这样起来的时候 整个耶路撒冷轰动 所以路加记载 在外邦世界 现在保罗也做了一样的神迹 其实首要是要奠定 他使徒的权柄 你们明白 他的职份 神只透过这些人说话 神的话 神的这个正点 圣经是透过使徒 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 使徒 新约 和先知 旧约的根基上 对不对 不建立在这样的信仰里面的 用活动 用人脉 用各种各样的 人的心理学 来建立教会的 一定会失败的 神一定会拆毁的 那是草木和谐的工作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在这个时候 神肯定保罗的权柄 路加记载这一幕 就是要让我们知道 神借着彼得做 神也借着保罗做 所以这个绝对不是某某人 有时候就去开特会 什么医治特会 来啊 就唱诗 然后祷告 然后什么 你们有没有感觉到 现在有临风 你们感觉到吗 对不对 我现在有一个感动 有一个姐妹 她已经被痛二十年了 我要她站起来 我要为她祷告 这种东西 如果你们还 就是追这种东西的话 就是还真听不懂明白 福音 不理解 圣经里面每一次记载 神迹奇事的那个意义何在 所以 一般上连外邦人都可以看破的那种谎言 我们基督徒更是应该能够看破的 阿们 不然我们比他们更没有智慧 第三 我们问 保罗和巴拿巴到路士德的目的是什么 他们逃亡而去 但是各位 你要知道 他们在那个地方的目的是传福音 不是行神迹奇事 那么在这样的地方 神要透过保罗行出神迹 来带来下面的事 不是以神迹为中心 教会界里面 如果以神迹 开神迹特会的 我可以直接告诉你们错 连我们主耶稣基督 也不是为了行神迹而来 祂是为了传天国的福音而来 所以我们教会界里面 一定要把这些东西弄清楚 你可以有好奇 但是有时候过度的好奇 这是很危险的 Curiosity kills again 对不对 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 这不是神要我们用神迹来吸引 神要我们用福音 基督的福音来吸引人 然后明白这个之后 现在我继续讲 我们看这个事情的时候 神用怎样的途径 来神行出神迹异能 这里我们有很重要的应用 这里说 保罗在讲道的时候 定睛看他 见他有信心可得全愈 这个 有信心可得全愈 各位在这个这么 世俗 这么俗肉的城市里面 那圣灵现在叫保罗看到 他在谁的身上做工 这是很重要 所以保罗不是只有盲目的讲道 他在看圣灵在感动谁 谁的心是被神的道感动 所以保罗见这么多人当中 这瘸腿的 他有信心 信什么 各位信什么 不是信自己能得意 乃是信保罗所传的道 所传的福音 阿们 所以你信的那个内容很重要 我信我能得意 我信我的病会 没有 我信神来拯救我们 对不对 所以信保罗所传的福音 所以神的道 本身是大有功效的 所以一个人听信的当儿 有没有医治的功效临到他 有没有 现在不敢这样用 有 所以各位 刚刚就讲了 这个神迹是当事后 如果我只有这样解释 就没有意思了 这个经文 就带不出 真正神要用来喂养大家 所以我再讲一遍 各位 我们明白 神迹的意义 行神迹是什么途径 但是你要知道 这个神迹的发生 这个能力的彰显出来 是跟神的道有关系的 所以人信 你说信了就得意 不一定 对不对 不一定 这个神的主权 你先明白 但是当你信的时候 也一定会有功效的 因为福音本是神的大能 大能拯救你的能力 释放你的能力 是有的 所以当一个人 听福音的当儿的时候 可能不一定是他的背痛好了 不一定是他的脚痛好了 不一定是这个 可能他的心灵得释放 他从一切的忧患里面走出来了 他心里面可能从一些罪的捆绑得释放 有没有 有当他信神的道的时候 所以这个是看不见的东西 信心所带来所产生的功效 我是信这个 所以我今天 昼夜花时间讲道 我们基督教是一个讲道 听道的信仰 神启示的道本身 能够拯救人 医治人 所以各位 我们也读经的时候 有明白 我已经在教会界 我已经讲道20年 教会界保守派 灵恩派 福音派 什么派 都这样听的时候 我就发现 有时候有些人就要保守 保守 有些人是没有框架 很放松 很这样的 没有界限的这样 讲神的话 就是教义错 有一些人是保守 却是保守到不信 好像讲道的时候 不信神话语的能力的彰显 我自己多么多次 我从我的软弱 我的知识 我的矛盾 我的惧怕里面走出来是 听道的当而信的时候 我知道一样的能力 那个医治 这路斯特瘸腿的 这个能力 也临到我的心里 所以各位 有时候你带着问题来教会 你只要把道 听清楚的 那个时候 其实你发现 你走出去的时候 那个问题已经不是问题了 你里面的大过你外面 你天天忧愁的那个东西 你一直看 越看越 那个问题越大 越看越沮丧 你的问题不是那个问题 本身造成 是你心中没有神的道 你不信神的道 你把这地上自占自清的东西 看成好像是一切 然后没有喜乐 天天在私欲里面被空绑 各位 这个的光景里面 你要被主的道释放 就是重要的 神的道有能力 然后同样的 各位 我告诉各位 今天我们得到这个话语 得到这个生命之良 得到这个我们瘫痪的这个生命 自己先站起来 然后我们叫别人也站起来 求求帮助我们 让我们经历他医治的能力 我们继续看 第十四 十一节 十一节 这个神迹行了之后 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 怎样 他们就用吕高尼的话 大声说 这个是吕高尼的话 他们听 保罗巴拿巴听不懂 对不对 但是他们说什么 大声说 由神借着人行降临 在我们中间了 于是称巴拿巴为卓斯 Zus 然后称保罗为希尔米 赫米斯 赫米斯 希尔米斯是卓斯的儿子 你们知道 这个希腊神话的话 Zus and赫米斯 因为他说话 领首 保罗说话 一直说话 像赫米斯 有城外卓斯殿的祭司 牵着牛 拿着花圈 来到他们前 要同众人向师徒献祭 各位 我们现在读这个经文 我们看到这一幕吓一跳 告诉我们什么 我们看各位的领寿怎样 各位 拜偶像的人来了 各位 所以我们 从这个经文就会知道说 不是看了神迹的人 都会信神 所以了解这句话 我读的时候 第一个感动是这个东西 我们每次 有新神迹 新异能 人就会信神 不一定 也刚好相反 对不对 我们看到这个 他们仍然不信 看了神迹 仍然不信上帝 反而 将谁 将人 他们一直以来都是这样 他们的倾向 就是把人 神化 所以现在把保罗和巴拿巴 当作神 把凡人当作神 而且告诉我们说 如果神没有开一个人 数灵眼睛 他们不能信 你不管给他什么帮助 你不管叫他经历什么感觉 什么医治 什么超自然的东西 不能信 所以我们不能说 我们信神迹就有人信 我们搞这种医治特会 就有人信 其实 很多人反而 是越求 这种神迹的时候 他越不信 各位有看过吗 他越求这种神迹 我要这个东西 我要身体得医治 我要 每次找神 就是我要这个东西 其实 它里面的捆绑 是越来越严重 那就是这个私欲 叫捆绑他 他在追求神迹的结果 其实他的神观 越混乱起来 只有借着外在的能力 要看见神 看不见在 整个宇宙万有 的那位上帝 看不见他的灵在 只有要看到 很突发性的事情 神迹般的事情 他才能信 所以这个就是神观混乱 他们的神观 你看 现在 如同这个异教徒的神观 只要给我顺利 给我健康 给我这种特别的能力 就是神 所以我们 我们看回来 路斯德人的神观 是其实 一句话来讲 没有改变 他们的灵魂 还是被撒旦 捆绑着紧紧的 为什么这样 我们要知道 其实有一个理由 这群人 这么癫狂的 迷信的 这样做的时候 其实有一个典故 其实在五十年前 路斯德这个地方 有一个古老的传说 就是当时候五十年前 有一个古老的传说 就是这个 Zus 宗斯跟他的儿子 希尔米 他们曾经化身 他们也有 我们是道成肉身 他们是化身 他们来到地上 有希腊神话 很多这种东西 他们来到地上的时候 他们就在人间 需要得到人的接待 他们问了一百个人 不是一百 一千个人 一千个人 没有一个人接待他们 然后 只有一对老夫妇 接待他们 这是神话 所以这个两个神 一气之下 把所有的人毁灭 只剩下这对夫妇 这样的神 他们也行 所以你们会想 他们的神观 是叫他们什么 何等的惧怕 对不对 他们的神观 叫他们何等的惧惧 糟糕了 神来了 我们还不接待祂 完蛋了 对不对 所以看很多的 民间宗教 不要给他生气 不要给这个神生气 然后要 建计给他 很多很多这些东西 对不对 所以现在 这个情况 也是这样 这个Zoos 他是万神之神 荷米斯 他的儿子 其实是一个 众神的使者 希腊神话来讲 Messenger 所以常常 讲话的 这个神怎么说 那个神怎么说 所以他们就 保罗每次讲话 他一定是荷米斯 然后这个巴拿巴 看起来很稳重 没有讲话 一定是Zoos 所以他们就有这样的想法 所以他们就这样称他们 当然这个是传说 但是就一看到保罗行神机的 就急忙拿着这个花和牛 花圈牛 来要给他们献祭 那他们是用 那个 吕格尼的话 讲 他们不懂 直到他们看到 他们拿这些东西来的时候 吓一跳 对不对 所以保罗 巴拿巴心就激动起来 下面就跟他们传的福音很重要 十四节 巴拿巴 保罗二使徒听见 就撕开一嗓 这是证明非常严重的事情 这是好像亵渎真神的做法 所以撕开衣服 跳进众人中间 喊着说 诸君 为什么做这事呢 我们也是人 性情和你们一样 我们传福音给你们 是叫你们离弃什么 这些虚妄归向创造 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上帝 各位这里说什么 我们听一下 这里思想 你读一句话的时候 圣经里面你要解经试经 那个中心脉络你要得着 这里讲了这么多话 一句话来讲 就是人性与神性是不同的 这个很重要的教义 你要明白 人性与神性是不同的 各位 人堕落离开神之后 他陷在灵里面的虚空和迷茫里面 所以在地上 明明知道自己是有限 无能的 但是却要自己生存 对不对 有空虚迷茫里面 所以 人的本性里面是一直要找神 有一直要找神的结果 他是怎样 他找不到真神 他也拒绝真神 对不对 他就自动的用自己的心造出 按着神的形象造的人 凡人 各位明白吗 以他们当作神来拜 这是我们一定会看到的 我们在这个世界一直看到的 不管是你把一个伟人的人像 雕刻出来拜 或者现在什么韩国明星 日本明星来 每个人癫狂的 就是这样的 崇拜他们 其实那个内心所发射出去的 像人发射出去的那种 这样的崇拜 其实是神不喜悦的东西来的 各位知道吗 神不喜悦的 各位要知道 一个人 无论多漂亮 多有魅力 多成功 多聪明 多有道德水准 你要知道 你能仰慕他 学习他 但是他绝对不能成为 你崇拜的对象 你要知道他也是和你一样 有人的性情 像保罗说 有人的性情 他是有限的 他是软弱的 他是会累的 他是无知的 他是随时有可能跌倒的 那种可能性的 所以你不可以以这个崇高的神的形象 来这样的祭拜他 你不可以以他为高过你的人性 来对他做出默拜的那种表示 你也不可将你的生死或福交托于他 更不能将你死后的寄托 交给他 这是很重要的话 为什么 因为他跟你一样 他也是人 他死了也要受审判 所以 十诫命里面 第一条诫命 也是最严谨 除了神以外 除了创造宇宙万有的那位上帝以外 你们不可有别生 这是神最在意的东西来的 你的心灵的被造 是只能拜一个神 宇宙的真神 祂不能是人 你拜的是跟你一样 人的性情一样的 你拜作神 亲爱的弟兄姐妹 除了我以外 你不可有别生 然后下面就说 你不可雕刻这些东西 飞禽 走兽 人的样式 把它雕刻出来 然后拜他 对不对 这位上帝 有时候我们可以仰慕 有些人 我们可以仰慕我们的父母 妻子可以仰慕你的丈夫 没问题 你可以敬佩你的国家的领袖 但是你不可击败他 保罗说 我们也是人 我们不是你们崇拜的对象 那么你们现在要崇拜的 其实他们也是人 这个 Zeus Hermes 保罗说他们是 Worthless 虚妄的 他们跟你的永恒 跟你的灵魂的得救 没有关系 所以你们要转向那独一的真神 就是什么 创造宇宙万有 天地海万有的真神 所以神放在人里面的灵魂 是能够怎样 能够从这个现象界 自然界里面 来知道 这位神的存在 从哪里知道 罗马书一章二十节说 保罗说 自从造天地以来 神的神性和永能是 明明可知的 虽是眼不能看见 但借着所造之物 可以晓得 使人无可推诿 人无可推诿 人推诿是他压制 那个真理 他阻挡真理 他没有神 如果我信这样的神 我要被审判 不要 没有 神不是这样的 我有很多需要 我要很多神 我不要只有一位神 对不对 所以他就压制 只有一位神 怎么可能 压制那个真理 各位美国 其中一个最著名的总统 里根总统 各位知道吗 Ronald Reagan 有一次他就演讲的时候 他就大胆地说这句话 他说 我看到这个大自然 这么美的时候 我不晓得为什么 在美国这个国家 还有无神论者 然后他就说 我有一个很不神圣的想法 就是想邀请在美国 所有的无神论者 来到我的白宫 然后我要请他们 吃一个最丰盛 三珍海味的宴席 然后等他们吃完之后 我要告诉他们 这个世界没有厨师 你们听到这句话 这个世界没有厨师 你们相信吗 你们了解这句话 他的意思是 当我们看到整个万有里面的荣耀 美德 你说 这个是爆炸出来的东西 没有神 怎么可能 他说我不能相信这个东西 你有手表 一定有照表 你吃了三珍海味 一定有厨师 有人煮的 对不对 怎么可能变成 你相信这个东西 但是你不相信 现在这个万有里面的荣美 你的生理的这个怎么被造的 这个奇妙里面 这个是变出来 爆炸出来 偶然出来 侥幸出来 还是怎样出来 不知道 所以你要相信 没有神 比相信有神更难 有些人 你没有看过神 你怎么知道 对不对 你没有看过神 你怎么知道 各位 你们这里哪一个人 有看过 你从你的 母亲的 子宫里面 出来的 你们哪一个人 你们还记得吗 有没有人 哪一个记得 没有一个人记得 那你怎么知道 你是你母亲生的 因为你母亲告诉你 那为什么你信你母亲的话 为什么你信你爸爸的话 他们的话 他们跟我最靠近 讲的就是真的 所以很奇妙 对不对 你要相信没有神 比相信有神 是更难的 所以 虽然神是眼睛看不到 祂一直说 但是借着所造之物 是人不能推诿的 祂是存在的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 还有无神论者吗 等一下 不要吃饭 吃了饭讲 没有人煮的 变出来的 没有人买的 忽然间 就是在这个教会 出现 无饼而语 连无饼而语 都有人行神迹 我们绝数行神迹了 对不对 所以我们讲回来 讲回来 十七节这里 十六 十七节 十六 他在 保罗继续传福音 对不对 他们的这个 癫狂 迷信的举动 促使他 传福音 所以我们要知道的是 他传福音的内容 他怎么向这些话外人 传福音 向异教徒传福音 所以十六节 他就说 他在从前的世代 任凭万国各行其道 然而为自己 未尝不显出证据来 就如常施恩惠 从天降雨 赏赐丰年 所以这个物质的东西 人都很看重 降雨 赏赐丰年 教你们饮食饱足 吃了怎样 满心 连你们的心灵也照顾得深 对不对 肉身照顾 心灵照顾 所以保罗 各位 你们看到保罗的通达 真的是圣灵充满 他在 如果你前面十三节 看他在比基地安提 他跟犹太人传福音的时候 他是拿什么 旧约圣经的历史 预言和律法 来讲这个东西 但是现在 跟话外人 你拿旧约的律法 讲他们哪里懂 他现在讲的是什么 他是用自然界来讲 自然界 talk about nature 这个普遍启示 所以这些路士德人 他们都是农夫 农民 对不对 你讲雨 讲丰收 他们很happy 他们就听得懂了 然后给你们吃饱 饱了怎样 人家喂饱了之后 心里满足 对不对 这是人性 对不对 我们有需要 所以你需要满足的时候 你的心灵饱足的 所以我们的神 是在人的现实中 向人显明的 所以我们也要小心 有时候传福音的时候 越讲越把神讲成一种理论 我们跟人讲 比如说讲道德的时候 道德的源头是谁 你要懂得连接与神 对不对 就是道德理论 这个ethics 跟神的律法有什么关系 所以 人的道德 所以说有什么欠缺之处 你也给人指出来 这个是需要知识的 所以 你讲爱 这个世界的人都需要爱 但是何为爱 人的爱的软弱在哪里 你要讲出来 然后神的爱 神赐的 真正的爱 无私的爱 无条件的爱 是怎样的爱 所以 有时候我们跟外邦人传福音 我们一定要能够把这样的东西 尤其你的crowd 你的群众是外邦人 对不对 有商礼的时候 或者有婚礼的时候 很多外邦人 你要怎么讲道 所以神是 未曾 这里说 神未曾不显出证据 神在自然界 在人性里面 就人性吃了饱 得满足 心灵喜乐 这个里面都是神愿意的 有神的作为 所以如果我们不懂得 以神的知识为中心 来认识 其他的知识 或者理论 你就会发现 你在别的领域上 你不能跟人传福音 有没有 你要在别的领域上 你要跟人讲福音的时候 你就起码知道他的关心 关注在哪里 他懂的东西 以那个他懂的 当然他是专家 有时候我遇到律师的时候 我就每次问他们这些东西 谁定的律法 这个自然法 跟这个圣经的诫命 你们有没有 就这些东西 我们就是问下去的时候 那谁定的 英国定的 那谁给英国定的 就问了这些法律的东西 所以不是说我要比他聪明 但是我们是在探讨什么 源头的事情 源头 我们人读书 读知识的时候 我没有管源头的东西 我们就管what 没有管why 为什么 从哪里来 没有管这个东西 那就是知识学到一半的东西 我们要懂一样东西 知识的 源头性的东西就懂 所以路加再去讲回来 所以 我们 我是挑战我们教会 我们尽量这一生 像怎样的人就做怎样 我也要得招他们 所以 也接触各种人 你的接触层面越多的时候 你就跟自己 有一个说 主啊 原来主让我接触不同的人 就给我什么 让我学习 有懂得谦卑 怜悯 怜悯这些人 我向他们产生 欠债之心的时候 就把自己放在 他们的程度上 然后来跟他们 做见证 各位 新年探访完了之后 各位学到什么 各位每次看到什么 你们到亲友家去 你们看人都是 一档一档在一起的 做生意的人 起来就在一起 讲话 有孩子的 就在一起 讲话 读书好的 在一起 讲话 喜欢买马票的 在一起 讲话 对不对 你们会感觉 这个东西 人类类相从 对不对 我是读书人 我不跟买马票的人 讲话 所以讲的 你是读书人 你心里面 不懂得什么 叫贪心 人也想发财 对不对 但是不是叫你 跟他们讲 怎么发横财 但是你要理解他们 怜悯 然后又接触 所以每次我跟各位说 不管你的学问多高 只要神把你放在 外邦人当中 你就不得不要谦卑下来 管你学什么归正 什么改革宗 什么东西 你到那边 你不跟他们讲 这些东西 你讲的一点都听不懂的 对不对 你要怎么用 自然的东西 亲情的东西 他现在关注的东西 有时连吃饭 嫁嫁来活嫁 这个东西 吃的东西也要讲 对不对 东西怎么预备 这些 所以我们姐妹们 一点会烹饪 这些东西 也是有重要的 为福音的缘故 对不对 弟兄懂一点也好 那都是为福音的缘故 求主帮助我们 我们看到这个使徒经常 跟我们什么关系 我们很赞叹 为什么保罗 像怎样的人 就能像这样的人穿福音 所以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 我们一起再看十八节 十八节 二人说了这些话 紧紧的拦住众人 不献剧于他们 其实原文的意思不是这样 原文的意思是 即便他们行了这样 还是很难拦住众人 向他们献剧 所以我们就知道 他们真是一群迷信 癫狂的崇拜者 思想不清晰 对不对 各位我们也顺便 问这个问题 有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 会不会遇到 这样迷信 癫狂的人 有时候有 有时候拜基督教 也拜到这样的样子 有时候 我们就会发现 我们从这些 异教徒的那个样式 我们会知道 有时候拜基督 拜上帝 拜真神 信基督 也是会信成 很迷信 然后说 一定要宣告 一定要按手 有时候来牧师 其实有时候 你就过度的强迫性 要做这些东西 没有把主的旨意搞好 这是不对的 有些人偏偏就是 牧师来为他祷告 祷告 他什么问题 他家里有问题 他身上有问题 你要问他 他的问题在哪里 他的问题为什么呢 因为他不明白 主的旨意 没有在那件事情上 可能他跟孩子的问题 要怎么解决 他要明白孩子的心声 要叫他顺服 这个神的旨意 来养育他 他不要听 我就是为他祷告 给他按手 他很忧愁 没有用的 这是一种迷信 我跟你说 撒旦有时候 可以用这种 很属灵的东西 祷告 来祷告到 你的头脑不清晰 你们知道吗 因为你就是要 因为你有惧怕 你有懊恼 你有无助 我就是要一种力量来 一种能力来 其实力量在哪里 力量在神的道 力量在你听得懂 明白 顺服 能力就从你活出来的时候 会彰显出来 跟你在一起人的心 就改变了 就感觉到你变了 对 这个就是能力了 因为你明白 顺服了 不需要一个人 偏偏要按你的头 来给你祷告 你明白吗 所以我再讲一遍 有时候撒旦会用那种 很属灵的活动 来教你不明白神的旨意 不顺服在其中 所以我要各位了解说 当你看异教徒的 他们的拜神法 你要明白 我们基督教也 这样的拜神法 是不对的 你要弄清楚真理 明白神何为善良 存全可喜悦的旨意 然后直到之后 我做不到 求主帮助我们一起祷告 求圣灵帮助我们 求主赐下怜悯 对不对 这样祷告就有功效 理解吗 我现在讲清楚这个东西 清楚了就知道 原来我们拜的是真神 我们的上帝 是真理的上帝 拜祂的人理性清晰 认识祂 认识祂的旨意 顺服在其中 然后十九节 我们继续看 但有些犹太人 现在什么事情发生 这些癫狂的人 他们你看 癫狂不久 很快了 因为他们是被惧怕推动的 被惧怕推动 被一种癫狂的心推动 他们不是因理性明白而做的 是被一种激情来推动的 所以十九节 但有些犹太人 从安提亚 就是比西底安提亚 和刚刚保罗逃过来的那个城 以歌念来 他们逞动众人 就用石头打保罗 各位 从比西底安提亚到露斯的 一百五十公里 一百五十公里 从这里走到摩尔了 然后还是哪里 比摩尔还远 马来卡还是什么 然后 然后露斯的那边 以歌念过来 也是三十公里 所以他们是 早就要 自死保罗 把他赶出境内 所以我跟你说 要逼迫人的人是很热心 有时很矛盾 跟从主的人不认心 逼迫主的人很热心 这也是一种矛盾 对不对 所以这种癫狂的人 听到他们 为什么他们 你看现在很奇怪 对不对 在露斯的 刚刚把这个保罗巴拿巴 当作神 现在用石头打他 你们有没有感觉 所以癫狂的人是这样的 因为他们搞不清楚 他们理性搞不清楚的时候 今天听这个人讲这个 另外有人讲 你不要给他们骗 他们是异端 忽然间 有另外一种愤怒就来 然后就拿石头打他们 这样的事情 什么事情 然后以为 打到怎样 以为他是死了 用石头打保罗 以为他是死 便拖到城外 这里说到保罗被石头打的时候 被打死了 所以打死了 真的死了 然后上三层天 所以保罗在这个时候上三层天 我一直对这个说法有一点质疑 因为这里说 这里说 用石头打他 对不对 以为他是死 其实是以为 可能他昏过去了 晕过去 没有死了 我是读的时候 每次我的意思是 好像他们以为他死了 便把他拖到城外 所以可能没有真的是 拖到城外 我们从哥林多后书十一章 保罗讲到他的苦难的时候 他有说 我曾经被石头打一次 讲的应该就是在路士的这个地方 然后二十节我们读完 一起来 门徒正绕着他 他就起来 有没有 二十节 来 一起来 门徒正绕着他 他就起来 走进城去 第二天同巴拿巴往特比去 各位 这里我们快快讲一下 为什么刚刚被石头打 人这么凶猛地攻击他 他就起来 进城什么城 又回去路士的这个地方去 不是快点逃吗 他是第二天才离开 为什么 我的猜测是 很有可能里面 已经有听了保罗的道 而信的主的门徒 然后其中一个是谁 就是提摩泰 所以十六章你会看到 提摩泰是从路士的 提摩泰是保罗属灵的儿子 对不对 所以保罗遇到这样 凶猛的攻击的时候 他一定要进去 兼顾门徒 所以我相信保罗是一个牧者 真的很好的一个牧者 他是相信 门徒需要被兼顾 不是撒种而已 所以有时候你们看 牧师为什么你 冰城来了 我又来 等一下又去基隆坡 等一下又去 其实我们的整个的宣教 施工里面 就是跟着使徒行转 保罗给我们的精神 其实不是你一架子 做了一个排山倒海的施工 特会 完了 你一定要兼顾他们 一步一步的 一周一周的 一个聚会 一个聚会 兼顾他们 然后他们遇到 那个难事的时候 心被冲击 人被冲击的时候 你没有兼顾他 这一切都在 神的旨意里面发生 神为什么许可这件事 我们要继续怎么前进 这句话也很重要的 叫人 不是只有关注那个问题 那个危机 看 神仍然掌权 信心才会被建立起来 所以 保罗就 后来你会看 保罗后来就往什么 之后才往特比去 然后在特比那个地方 下周 下周我们会看到 他赢得很多的门徒 所以在 我们今天可以知道什么 在话外人当中 这个不道家 也是生学家保罗 他能够 这样的 带着欠债之心 跟他们传福音 得着他们 所以谁说有知识的人 不能像没有知识的人 传福音 但是我们 求知识 不要骄傲 骄傲的心 使我们 没有智慧 没有怜悯 但是骄傲 有时候会生出来 我们要谨慎 我是越讲主的道的时候 越谦卑 尤其经过农历信念 我跟各位说 每次看到我的亲友 看到那些还没有信主的 他们还在灭亡 有时候我要跟他们讲福音 这边讲 那边 不是能够直接讲 我就说 主啊 有些东西要经过祷告 有些东西要经过一个关系 要接触 不是一直论断他们 这些人没有神 糟糕啊 怪不得什么都不好 怪不得 你这样心态不能 你怜悯 伸出怜悯 怜悯他们 主啊 但愿我得到的福音的好处 他们也能得到 求主开他们的眼睛 所以 每一次你遇到刚硬的人 不是叫你更激动起来 乃是叫你伸出更多的怜悯 求主帮助我们 感谢主我们一起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今天用这篇道 勉励我们 我们看到主圣灵借着 你的使徒保罗 所做的这个福音的工作 我们不禁得在里面有很多的反思 知道主 我们真要跟从你 真要传扬你福音的好处的人 主我们 有自己的生命里面 也有很多需要更正的地方 主我们需要求知识 我们也需要求爱心 求主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教会 主叫我们在你的道上 继续生根建造 信心坚固的时候 主给我们的灵性提升 生命的内涵被建造起来 使我们有爱神爱人之心 使我们常在一起的时候 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 因为我们跟非信徒在一起的时候 也有一个怜悯之心 就叫我们能够穿戴着福音的鞋 传着和平的福音 叫人跟我们基督徒在一起的时候 能够看到基督的美德在我们身上 感谢主 求主在我们心中 在我们生命生活中 做着奇妙的工作 感谢赞美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